好 特别注意那个流程的话 因为对有些同学 因为我们这毕竟不是 Excel的课程 所以如果你对那个 刚刚的动作有点不太熟悉的话 这边我有个图 这边点下去 反正就1234就做出来了 好 就分别用这些工具的 但这些已经是算最简单的VBA功能 就是反正 不知道各位熟不熟悉啊 这要剖析 移除重复 还有就是说算出结果 三个东西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VBA来做啦 反正写一个最好是什么 一个Jason按下去 自动跑出结果 那是最好的 不过 那个不是我们重点 所以我们就 先把这个先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们有资料 怎么样可以把它变成 这样子结构 有没有 其实做出来类似跟这个动态的是一样的 只是说我们是把它做成静态的 这个静态怎么做出来的呢 就是把刚刚 做完的结果对 这个结果 把它copy一下 然后呢 你就怎样 再把它丢到这边来 显示成这个样子 那这怎么显示出还记得吧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List View List View 的那个部分呢 我有特别强调 后面要怎么样变成有那个 就是几笔笔数啊 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这个前面都讲过 为什么会先讲List View 主要如果你不懂List View 这个地方你做出来恐怕会有问题 那我们的做法基本上是这样 第一个当然也是 先开个新的档案 也是一样是HTML方案确定 建立嘛 对不对 那建立之后的话呢 这上面你可以 可以把它改成来去台北注意网 那他你可以改了 我是建议各位 这个范例做完之后 你可以再用 别的开放资料来做另外的范例 那里面的话要需要插入两 至少先插入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话呢 我们插入之后 然后按确定 这边给他一个叫Home 这个是Home 预设就是首页嘛 按确定 然后上面的话就给他叫做来去台北注意网 之类的 那内容部分的话 就是怎么样 把刚刚我们已经转换的这些资料 把它Ctrl C一下 对不对 然后贴过来 Ctrl V 贴到哪里呢 贴到内容 对 贴过来 贴上 但是你会发现 他会是个表格的形式 那以我的经验 我的习惯 我不会把Excel的东西直接贴过来 为什么 因为你光要转换格式就头大了 他贴过来之后 帮你做TD 哇 这些 就头大了 所以怎么样呢 我的习惯是先贴到哪里呢 先贴到Word里面 有没有 贴上 然后呢 Word里面呢 先帮我怎样 只有纯文字 再把它怎样 改成项目符号 然后 特别 更正一下 应该是项目法是这个 对不对 再来就是说 把中间这个 定位点拿掉 不然到时候你贴到 就因为我里面